中年好声音不止令选手门人气急声 连唱主评判都备受大家关注 张佳添日前变成娱乐新闻的主角 有人捕捉到添尔sir在街头 和一位女子激嘴 疑似有新戀情 这日添尔sir为节目录影时 都有回应两句 其实这张照片不是狗仔队 不是街边的人 而是那档野 我们一个身相式的工作人员 对我们很好招呼的 信错人 他出卖了我们 但是没什么问题 我都拍到我很英俊 张照片又不会锁 那只顺一顺 有什么大不了 最重要是大家觉得 我英俊就可以了 感情方面是否有好消息公布 不叫做好消息 现在这个年代 难道石两嘴就叫女朋友吗 但我都在认为一个真心意的人 这是事实 但是有很多事情是要时间去看看 是否真的能够去到那个位 但是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我很老实说 我单身了八年了 但是还没找到那个人 是 但是有些似是而非 但是不知道 希望有一天 可能会有好消息告诉大家 是 这个对象是否都了解中了 了解中 了解中的 是 Tim Sir蜥蜴的情史 亦被报导出来 有两段婚姻后 他都说现在选对象相当谨慎 反女朋友的评分水准 会不会好 评分 就是我中年好消息 我觉得我真的有感觉就按灯了 我觉得好听就给高分的 但我选择女朋友 我要求更高 不是 说真的 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你想找一个 我真的可以跟你走很长很长一脚 千万不要觉得我满了 或者我觉得我需要一个人陪 就随便 这些不随便可以的 因为我 说真的 我分都结过两次 我很清楚什么是合适 什么是不合适的 三样东西要高分 很简单 三样东西一定要高分 缺一不可 第一 互相吸引 是吧 一定要 不能单方面的 互相觉得对方是真的吸引的 高分 什么为之高分 80分左右 已经很高了 80分 不是的 你要对一辈子 是 对不对 所以低分那些 你就会慢慢慢慢 就会不开心 第二样 英文叫做compatible 中文我叫做双合度 很阔的这件事 但是总之 大家一起在码一样 觉得我不用遷就很多 不用很多包容 就已经觉得 在码一样很开心 这些就可以又开心又长久 第三是什么 相似的 或者相同的价值观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价值观不似的 你再吸引 再什么都好 结果都是觉得 大家好像 不是很 那个世界的人 但如果这三个都高分的话 你还是立财的了 我就是在找这个人了 这日另一位评判周国芳 撑着拐掌来录影 原来他腰的旧患复发 我追奸盘 我一向都有事 录影之前那天 基本上接近行不到 然后心想死了 第二天已经要录影了 又明白到 始终这个节目 我们是常任评审 如果突然之间消失的话 第一对不住节目 对不住TVB 对不住参赛者 对不住其他评审 突然之间 怎么找人 那就不好了 我变成了这两天 是连续看了两天的针灸 那就痛到飞起 有没有好一点 是好一点 就勉强地可以支持 你很明白 我们每次拍的时候 是拍两集 每集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 变成了我足足坐了 整个六个小时 现在的腰是硬了 是 都很痛 幸好他表演挺精彩 令到我们就会很专注地 在表演当中 所以他表演唱那几分钟的时间 那个痛楚是真的消减